以下是经由我朋友所转述的亲身经历 因此接下来我会以我朋友的口吻来转述这则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位在于墾丁 我们当时就住在大家所熟悉的墾丁茶木屋 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 当时我们有五个朋友一起住 先说明一下小木屋的格局 一楼是一个小客厅 也是属于大家的公共空间 一楼跟二楼中间有一个阁楼 摆了一张双人床 再上去是二楼 是一个跟一楼差不多大的空间 摆了一张双人床跟一张单人床 大学生的活力很旺盛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楼下通宵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牌喝酒 看电视以及莫名的吵闹 玩到了凌晨三四点 才甘孕回房间去睡觉 这时候来介绍一下同行的朋友 以下的名字都是简称并非实名 也非真实的绰号 同行的五个人有我 大根小只小锅跟阿猫 因为我跟阿猫玩游戏的时候输了 所以就很可怜的被分配到 阁楼的双人床睡 如果可以的话 谁不想睡在二楼的豪华房呢 由于五个夜猫子 又喝酒又晚睡的 所以当晚大家回到床上 都是呈现于昏迷的状态 或许也是因为昨晚酒喝的太多 一到早我的膀胱就控制不住 实在是不想起来上厕所 所以我一直来这床上忍着 后来实在是忍到受不了 我只好带着睡意走到一楼 我边楼眼睛边往厕所的方向 缓慢的走过去 就在这时候 我看到有个人在我前面 并且抢先走进了厕所 那个人是大根 由于五个朋友里面 我算是比较高壮粗犷型的 那个背影我也不可能看错 大根只比我还要小只一点点 背影看起来一样是很粗犷的 我喊了大根的名字 但大根显然就没有理我 或是他根本就没有听到 眼看着厕所就这么的被占据 于是我只好无奈的转身 回到阁楼的床上去睡 估计我又睡了快要三十分钟 才又再次的下楼 这时候我看了看厕所 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我想大根估计是已经上完厕所 回到床上去睡了 于是我便将饥了已久的尿 一次上完 爽快 我心里想 这时候的我算是比较清醒了 我上完厕所后便开心的哼着歌 要上楼去 我们所住的小木屋除了有一个正门 还有一个后门 正当我要上楼的时候 就看到后门半开着 因为我们所住的这间小木屋是湿人包下 我想万一有不知名的人是闯了进来 怎么办 虽然想可能是我们的人自己开了后门出去 但为了安全着想 我还是决定过去确认 我便走出去查看 我左右两侧都看了一下 果然不远处 我就看到了大根的身影 我心想 他可能上完厕所就到外面善心吧 他就站在离我概约200公尺处的距离 但因为他背对着我 我猜想他是在抽烟 我大喊了他的名字 但他还是没有理我 于是我便耍狠 对他骂了三字经 但他还是不甩我 我想一想 看了时间 七点多还很早 我睡意还有一点点 我心想 那他不理我 那我也懒得管他了 于是我便又回去睡大头觉 再度醒来 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 是小郭用枕头大力的朝我脑袋 敲了两三下 叫我们起来吃早餐了 于是我们大家就到一楼的客厅去坐 边吃早餐边聊些有的没的 这时候阿猫说道 其实民宿的人九点就把早餐送来了 但是因为大家都睡得跟猪头一样 就没有马上叫大家起来 我这时立马开口说 屁嘞 大根很早就起来了好吧 还开后门去外面抽烟 而且我他妈的叫他半天都不理我 大根马上缓驳我说 哪有你才屁的 我睡到阿猫来楼上叫我们大家 我才起来的好吗 小知跟小郭都可以证明 我是最后一个起来的 你再掰啊 我看你能掰出多少故事来 不对啊 我真的有看到你 那个身影不可能是其他人 绝对是你 那你六点左右 没有下来楼下上厕所吗 我稍早是有起来上厕所啦 但是没有盼时间几点 我上完就趴回床上继续睡了 而且我们楼上就有一间厕所了 我要上是不会在楼上的厕所上哦 大根这句话硬生生突破了我的盲点 我整个人呆傻住 没有继续接话 大根说到了一个重点 他们睡在二楼的房间 而二楼就有一个厕所 正常人根本不会特地跑到一楼去上 而且还得经过一个阁楼 除非二楼的厕所有人在上 而大根又很急 但听大根说的这么的义正言词 可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来过一楼的厕所 而我确实看到他走进了厕所 而且还看到他在后门的远处 看似在抽烟 如果大根说他没有下来上过厕所 且睡到阿猫到楼上叫他们起来 那表示当时我看到走进厕所的人 以及开了后门 在后门 那个类似大根的背影 就不是大根了 但是我很确定 我早上起来看到两次的大根的背影 他的身形就跟大根一模一样 就连他当时身上穿的蓝灰色背心 也跟现在在我面前吃早餐的大根 穿的也是一模一样 我该怎么形容这个词呢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吗 模仿大根的那个人 模仿我朋友分身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谁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们下次见咯 咯 咯